OK 同样的我们要来模拟我们的练习1.5 OK 首先我已经将Adreno Uno OK 连接好 打开 面包板其实就长这个样子 就跟我们第一个开里面看到的一模一样 其实面包板有两种 一种是这种短的 就会跟我们用的一样 旁边是全部连接的 而还有另外一种是长形的 长形的你就要注意的 有两种 一种是中间这里 如果它的线没有断开的话 就代表从头到尾都是连接的 如果中间是有断开的那一种 就是这蓝线跟红线是有缺口的话 就代表它只是连接到一半 然后另外一半又要重新连接过 回来我们这种小型的这一个面包板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模拟我们所做 练习1.5所做的 所以注意看这里 5伏特跟GND部分 我先把这两条电线插入 然后红色这个是5伏特 黑色灰色这个是GND 所以我把它同样的连接到我的面包板上 所以上面一条是5伏特 下面一条是GND 然后现在我需要把这三个LED 跟这两个电阻器 可以如同我们的练习一样把它连接好 所以 首先 我从正级这里 连接电线 然后把它拉到随意的一排 然后我们会让 建筑器 所以建筑器 从那一排开始 OK 连接到另外一端 所以如果你仔细看清楚 这电线是挡到 仔细看清楚的话 其实这一个橙色的电线 跟 我们 电阻器的另外一端 其实是在同样一排的 然后另外一边 则是需要把 比如说这一个绿色LED 以及它的比较长的那一只脚 把它连接到我们的建筑器上 OK 所以它现在会跟建筑器的脚在同样一排 然后最后 在另外一只脚那一排 连接 去我们的 腹脊 所以就会跟我们 练习它 练习里面一样 它就会跟着两起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我们先 把电线 OK 连接到我们的 正极这里 然后把另外一端 连接去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 连接口 然后 然后拿我们的建筑器 连接 然后拿我们的建筑器 连接 OK 然后另外一个 LED 它的一边 藏的那一边 必须连接到 跟电筑器同样一排 然后另外一边 那另外一边则是 再新的一排 最长那一只脚跟建筑器同样一排 然后最后 连接那一只脚 连接那一只脚 那一排 到 我们的 GND部分 也是我们的腹肌 它就会亮起 如同我们练习1.5的 我的另外一个LED 我现在会把它尝试放在它下面那一排 你会发现到说它是绝对不会亮起的 但如果你想要它亮起的话 只需要把电牵引下来 OK 就可以了 就这样 这就是我们练习1.5的模拟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个星期见